警方一路鳴敵 後方警跟著計程車一路飆往醫院 一抵達急診室可以看到媽媽抱著男童就往裡面衝 真的好險有警察幫忙 讓孩子可以及時接受治療 就在7號中午12點多 爸媽帶著男童搭計程車要去就醫 路過花蓮受風至雪村的時候 沒想到小孩氣喘罰作更嚴重 因為狀況有點緊急 趕緊請計程車問獎開到警局 家長衝進派出所 拜託員警幫忙 看見小孩狀況真的不太對勁 警方立刻開警車幫忙開到 直接前往花蓮慈濟醫院 原本25分鐘的路程縮短到14分鐘就抵達 幸好第一時間找遠警幫忙 男童也沒有大礙 警方及時幫助縮短一半的車程 病情才沒有惡化 以上為您掌握消息